有看一个活鸡腿有多大 哈喽我是阿猪 我现在在我们姐的一个同学家 一个姐姐家 然后在帮他们忙 已经在为下午做准备 活鸡肉 要慢慢吞啊 要烧火 不够吃猪 这些肉都很有讲究 说要用小火的慢慢吞 把这鹅鸡干净就要做板鹅 他今天要鹽爆了 把鹽吃下去了 好大呀 这个卖60块钱一斤 鹅翅膀跟鹅角 这是姐姐的女儿 上学姐姐让给他带鱼豬 要给他带吃的肉 这是来自父母的爱 姐姐给他女儿装了满满的一饭和牛肉 让他带去学校里面吃 他还在这不想要不想要的 炒的火鸡肉 我们的火鸡已经煮好了 煮了几个小时 一个火鸡腿这么大 鹅脚 鹅脚 蘸得蘸水 我们俩先透一下嘴 特别香 炉的话30块钱汁 再一个薄块哦 火鸡肉 香气 我姐姐跟跟姐姐说他要把这个包回家 让他不要去砍它吃 这一半斤 他鸡肉在变筋哦 还不鸟 主要给我吃 而且这鹅要慢慢的用小火焖熟 不能用煮 焖了好久好久了都已经 我看一下姐姐的手你们看 姐姐说每天都要 塞这些增口 你看手全部都是 裂口的 姐姐他们种有五猛的大棚 这两天种的是番茄 然后还有 胃有几头牛 还有很多的鸟鸭 然后还要下午又要去奶牛厂 积赖 一天真的厚了 性用发育力 这鹅脚两点过就是到现在 已经六点钟了 我们的鹅今天下午晚上吃的 都晕天黑了 我们赶快把菜炒了我们就要回家了 好了 阿猪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喜欢我记得给我点关注哦 我们要去吃饭了 就跟大家多聊 你的情景 :「 Godzilla我们每当闹买的 你 习惯 你 他们